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冠 讲到健康 天气只要一凉 各式各样养生进补的食材 配方秘方 在台湾都很夯 那很多时候 这个比方说 姜母鸭烧酒鸡 各种羊肉炉的料理 生意非常好 然后婆婆妈妈呢 在家里头也经常做很多 这个食谱的料理的食材 这个给家人一起来分享 那事实上 秋冬天气一别阳之后 确实照顾身体的饮食跟健康 要有所调整 那怎么样健康的 这个来食补食疗呢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 一起来分享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肖东南医生 你好 大家好 再是复健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昭隆医生 大家好 再是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陈冠宇医生 大家好 再是皮肤科的医生好朋友 赵昭明医生 大家好 再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赵昭隆医生 大家好 再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温国志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问一下 这个萧医师 我刚刚讲 这个秋冬温度通常就开始改变 那这个最简单的是 早晚温差大 然后紧接着是 温差就会造成某一些人身体 有某一些症状 像以我一个鼻子过敏的老毛病来讲 我今天早上就一直醒皮 地下手 然后我就醒到那个 不只是鼻子敏感 那个眼睛 那个眼白周围都有点泛红 因为那个黏膜 可能有点这一个过敏 好 那所以温度啦 环境啦 还真的是对我们身体 会有直接的影响跟感受 那所以入秋这个季节的温差 事实上很多时候 照顾自己的身体也要调整 没有错 除了你刚刚提的 这个入秋以后 很多过敏的症状增加以外 事实上我们肠胃科 也增加很多肠胃不舒服的病人 好像我们在春天讲的 那个胃食道逆流 春天半年前出现的病人 到了这个9月 呼唤间又出现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跟候鸟一样 时间到就会出现 因为不管是春天或秋天 都是一个温度变化的时节 那个时候就会造成 肠胃的不舒服 那除此之外 事实上还有一个很明显 在秋天开始就增加的疾病 就是心血管疾病 还蛮特别的 今年9月台南有一个新闻 很有趣 一个50岁的一个 在台北的生意人 那他到台南出差 就他到台南出差以后呢 他连续拉肚子拉了三天 那吃药都没有好 就他只好去挂医院挂急诊 那那个急诊医师非常的警觉 他说这个怪怪的 拉三天吃什么药都不会好 最后证明他是急性心肌梗塞 可是他症状是拉肚子 对他症状是拉肚子 所以大家觉得说扯不上关系 但是有一些心肌梗塞真的会用拉肚子 为什么 因为他是刚好在右心室 他那条血管是接着横渴膜的 所以横渴膜上面一些自律神经 特别腹脚感神因被激化 就一直拉肚子 肠子动太快 还好那医生很警觉 赶快帮他送心导管 心脏科医师帮他摆支架才救回一命 所以有时候你看九月天气台南还很热 可是开始温差大 就会心血管疾病就增加了 而且我打个招 一般人拉肚子不会看医生 就是偶尔拉一下不会看医生 那如果真的拉一两天以上 才会觉得怪怪的 好像快要把身体拉坏 对其实这个男病人 他一开始也是西药房买药 一直没有好才觉得奇怪之后 一直拉半夜之后去挂急诊才这样 那我们要提一下是 这是发生在台南的故事 我们讲一个在台中做的研究 台中在2008年 中国医药学员他们发表一篇论文 他们去观察 在台中市所有的医院的急诊 他到底什么状况下 心脏病 就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病人会增加 结果他发觉一个很有趣的事 他连续观察四年 他发觉一次 只要台中市那一天的平均温度 低于26.2度 他的冠状动脉心脏病急诊的 等于来的病人会增加50% 增加50% 还有同一天里面温差大于8.3度 增加15% 所以温差太大 也会造成 等于冠状动脉心脏病的增加 那这个是在台中的研究 你看26.2度 好像也不是很冷 可是对台中人来说可能就太低温了 好 那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个更有趣的 那这个就是在我们比较北边 这是北京的研究 北京的研究呢 这个他们观察五年 他2021年两年前发表的 他说这个温差 不能只看温差而已 他要看说究竟是温度越来越多 还是越来越少 就他这个研究 因为北京嘛 北京所有的急诊室 我们先看上面这条线 上面这条线呢 你看从七月开始 那个线就一直往上 七月开始开始入秋以后 开始往上 一直上到到十月 这段期间 他的冠状动脉心脏病 增加这么多 那么连脑部的 等于是脑中风 脑中风也上升 那这个 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一边也是在温度变化很大 因为这个长条呢 就是温度变化 可是这温度变化是越来越热 他的整个心脏病或者脑中风是下来的 可是当你的温度变化是往下走的时候 他的整个发生率是上升的 所以等于是说你在春天开始变热 跟秋天开始变的结局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秋天的时候 你要非常小心 你假如说本身就有心脏病 有高血压 有肥胖的问题 你就要非常小心说 这个时候可能会发生心脏病 或者脑中风的风险 真的而且陈医师 这个天气阴冷血管会收缩 不只是心血管的状况 很多人身体的发炎跟酸痛也会恶化 的确因为这个天气阴冷 我们血管收缩 我们有一些循环就会变得比较不好 我这边来分享一个 30多岁的一个工程师 他在半年前车祸受伤 小腿骨折 然后膝盖跟脚踝也都有挫伤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健跟休养 其实他的状况其实还蛮好的 都可以正常去运动 可是最近他来门诊 他跟我说 他最近受伤过的部位 开始觉得不舒服 只要稍微一动就会觉得剧痛 那我帮他看一下 哇他那个骨折 受伤过的位置呢 其实有很明显的疤痕组织 有些我们所谓的沾连 那因为这个组织一旦沾连之后 他会影响到他整个血液循环 会变得比较不好 尤其在运动的时候 他拉过度的拉扯 会造成他的剧痛 于是像这样的状况 其实我们会建议 要让他保持温暖 于是透过复健治疗 然后请他在运动之前 要必须要做很好的伸展 等于说之前的暖身要做够 这样才不会让他这个 因为急剧的一些拉扯 造成一些运动的伤害 所以也提醒各位 就是说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曾经受伤过的组织 其实都会告诉你 只要在这种有天气变化的时候 一定尽量让他保持温暖 比较不会造成类似像这样一个状况 那接着下来 我们若师傅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刚刚讲到说 这个天气一凉 其实各种养生料理就很受欢迎 那养生料理有几个重要的要素 第一个是好的蛋白质 第二个是我观察是酒 你会那个麻油鸡 姜母鸭 羊肉乳都加酒 因为通常我们在煮那个麻油鸡的时候 大家都加酒 然后现在有一个就是用酒水 那酒水就是做叶子的时候 你不要吃太补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 所以你今天要用米酒水来做料理 米酒水就是说 它的浓度是低很多 可是它有类米酒的原味香味风味 然后我们要快速让姜跑出来的味道 我们是用拍的 那这是最早期 我们在老一辈的时候 它要存放麻油姜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味道 它会把它炒一炒 产生一个我们讲焦化的香味之后 然后它就把它存放起来 它可以随时要用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出来 那你在爆香的时候 它很容易就把它退出出来的一个姜的味道 那你这样子炒的话 麻油的那个香味就会比较香 那你在爆的时候就是要爆到它颜色产生金黄色 然后在爆的时候我们就要放 我们要看说我们今天要下的主材料 比如说是鸡肉 那我们就下鸡肉 那我们今天的鸡肉不是切块 我们是切片 那因为它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所以通常你要等一个麻油鸡 有时候要等差不多30分钟 我们不用 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吃了 我懂 有一些麻油鸡 它那个鸡肉的肉块 很厚 那变成它的入味就会比较慢 那你今天把它有点把它切片 那片的话 它的入味速度就会比较快 没错 那我们先要放鸡肉下去爆一下 它的香气才会煮 那这个下去之后 因为我们用米酒水的原因 是因为你在烹煮的时候 你不用让它燃烧 你让酒精燃烧之后 它的水分会变得比较甜 那我们先把蛋白质下去炒 它的香气就会比较香 这是松板肉 好 我们今天事实上是海鹿双鲜 对 所以先拌炒的是鸡肉把它切片 然后松板也把它切片 在这里一样拌炒 对 那我们在炒的时候 我们就让它有一点点白色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上米酒水了 好 现在这一碗是米酒水 对 这一碗是我烧过的酒精的米酒 米酒水 对 然后这个放下去之后 因为我们刚才炒肉的肉 它会变成卤白色 对 那就是让我们的麻油 跟我们的米酒水融合在一起 好 对 然后这时候就加进来 让它滚一下 好 那这里头滚开之后 它的酒精 就会蒸发 然后就会少一点 对 可是它的香味跟浓醇 就会留在高汤里 没错 它的甜度都在 可是你看到我们现在的水分是白色 对 它滚起来就是变成卤白色 好 那滚的同时还要加那个配菜吗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先让它滚一下 盖起来 让它滚一下 好 滚它同时请教一下冠宇医师 刚刚讲说陆秋冬就开始补 那这个陆秋的补很重要 对 这个以中医来说的话 我们会比较希望是可以做一个预防的一个动作 那因为中医强调上医治未病 那其实冬天的话 大家国人大概就会觉得 冬天我是不是要补一下 那要怎么补呢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案例 我们有一位35岁的一个上班族的女生 那因为她工作的关系 她常常要在冬天的时候 要到欧洲去 比较冷的地方 那只要一到国外去的时候 她的这个手脚冰冷 或大便不顺畅 或者是她整个的皮肤干痒 会变得特别的严重 所以呢 她就很开心的 就是在要出国前的几个月的时间 她就会开始去吃比较多的这个 刚刚师傅有提到的这个羊肉卤 姜母鸭这些 然后人家跟她推荐的各种大补的一些饮品 或者是一些补鸭就狂吃 对 结果吃了这样之后 去国外还是一样这样 而且这些东西吃了之后 症状都没有改善 唯一得到的是她的体重增加 所以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帮助的概念这样子 所以她的朋友就跟她说 你不要这样 就把她在 她出国前就把她拖来找我们看这样子 刚好是在中秋节前就过来看 那其实这位小姐她的症状其实比较是一个血罩 然后有这个一个一个阴虚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大概治疗上面我们药物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是跟她说你冬天不要这样乱补 其实我们在进补有几个比较大的原则 大家其实可以记一下 就是第一个不是补越多越好 然后也不是随便乱补 没事也不要乱补 然后再来不要觉得肉吃很多就很棒 并没有 这几个东西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秋天的话 养生的话 如果你要食补的话 你要补哪些东西 那哪些东西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润肺炼器的部分 就是白木耳或是水梨酸药百合莲藕 这些都是不错的食材 那如果是要生精润肇的话 其实就是比较酸酸的东西 其实都不错 苹果葡萄 羊桃 柠檬 柚子 山楂 这些也都蛮好的 那如果要润肇养荫的话 芝麻 核桃 皂米 或者是蜂蜜甘蔗 银耳 或者是一些菇类 这些都是不错的一些选择 好 这个滚烫的这个麻油鸡好像 然后它就变成比较乳白色 这时候我们就加上我们的娃娃菜 那也可以夹高麗菜 就看你喜欢吃的蔬菜 你就可以加进来 好 这种娃娃菜 其实它越煮也是越鲜甜 而且它会吃一点 那一个鸡汤里头的鸡油 所以它跟鸡汤真的是很搭 然后我们的菇 菇也是很搭 菇麻加进来 一般在煮麻油鸡 其实好像它的料没有加那么多 就鸡肉跟汤而已 可是我们建议现在的食料的话 我觉得你蔬菜加多一点会比较好 而且我觉得蔬菜就是 它在这里吸鸡油 吸鸡汤 它自己也变好吃 然后对现代人来讲 也更健康 去替代这个线味 好 那我们煮它的同时 也请教赵医师 这个天气只要一降蚊 或者一升蚊 很多人另外一个明显的症状 是皮肤会有症状 对 其实在这个皮肤 在每一个季节 是让不同的疾病 有些在这个我们所谓的秋冬季节交替的时候 那是温度一降低 是让皮肤的问题 也会往往会产生很多 因为第一个 皮肤的血液血弱不好 因为皮肤的淋巴 养分供应不足的时候 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尤其很多病人在这个冷的时候 是让皮肤痒的感觉 有时候并不处于夏天 那甚至在痒的时候 皮肤产生一些 奇怪的疾病产生出来 那我自己有个病人 她是一个53岁女性 那来看门人的时候 事实上她以前不知道 自己有任何的一个皮肤的问题 只觉得皮肤会痒 那她这次来看的时候 事实上其实她已经脱了将近一个月 为什么 因为她不敢来 因为她的皮肤出现什么原因 第一个 她觉得她皮肤慢慢 一点一点出现 有这个血血的感觉 而且皮肤的这个红斑块越来越多 刚开始在身上 后来慢慢的整个躯干 四肢都越来越多 而且这个红斑块 它的血 很明显的一个大片的产生 就像我们说 淫血脱血的感觉 那除了这之外 她头皮也开始产生很多 落穴的现象 那个落穴 并不像所谓 滋肉性皮肤的落穴 一大块一大块 而且整个变得很红 沿着发际 到后面这个颈部地方都有 所以基本上 她只要看到皮肤的地方 都已经有这样皮肤的病灶 那甚至指甲一开始产生 变形的一个现象 凹凸不平 那她自己 以为自己得了不自知症 或者说自己可能免疫 产生很大问题 所以她都不敢出门 那实在是不行了 而且事实上 其实她已经很难受 皮肤痒都不得了的时候 那看门人士我们一看 就知道这病人 她是一个所谓的 肝血的一个症状出现 这个肝血事实上 其实就在季节 因为冷的时候 皮肤最容易产生 那产生这种就像所谓 她有红穴 而且呢 还有这个什么 皮肤 这个一块一块红的现象产生 她可以全身的 也可以只有单纯在头皮上 那这个头皮的现象 事实上其实 她的穴掉下来 非常非常难看 所以她就感觉 她的这个社交 受到很大影响 也怕人家说 这会是一个传染病 很多人就是怕说 因为传染 所以她不敢出去 不敢说没有这个应酬等等 所以她来看门诊 那门诊之后呢 她说她从来也没这样的疾病 以前只是小小的一点 这个皮肤有些问题 轻微的脱血 所以她不认为自己有这个问题 那事实上她其实本身 她是一个非常瘦的女生 那来看门诊之后 发现她本来就在一对饮食上 她没有很均衡 尤其在这天人的时候 她吃得更少 因为她怕说补了一些东西之后 反而会造成身体产生问题 所以看门诊之后 我们就说 第一个饮食不均衡 另外身体的皮肤的 这个免疫力的确改变之后 所造成的问题 所以产生了所谓的干险的症状 那干险这个疾病呢 事实上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也叫做营血病 因为它在皮肤表面 会产生很多的血血的脱落 那我们俗称叫牛皮血 那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跟基因跟免疫性 是有相关性的 当然了 它的发病 其实从年轻到年纪大 每个阶段都可能发生 那发作大概是躯干 我们说这个身体的躯干是主要的 厉害的时候头部也会有 所以说整个全身都可能产生 甚至呢 很厉害的时候 会影响我们的关节 那这样子影响到关节的时候 它有疼痛 甚至呢 关节也会产生变形的现象 当然还有指甲 很多人感染到指甲的时候 以为是灰指甲 那事实上它并不是灰指甲 完全是干血所造成的 一个指甲的一个变化 等一下医生我问你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有传染力的吗 完全没有传染力 那为什么它会感染到皮肤 感染到指甲 那不是一个传染的过程吗 没有 它这是自发性的 用皮肤免疫上有些基因 一些细胞基础 脂肪是一些发炎因子 产生自发性 所以它不会传染给其他人 但身体可能 你很多地方 你只要抓一个地方 这样抓下来 人家抓到一边 它就会产生出来 它也是一个皮肤的病灶 所以一般 也会说这会传染给他人 所以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人 他都不敢去跟他接触 事实上其实不用担心 肝险是不太会传染的 而且肝险刚害初期 甚至轻度的时候 也不太痒 症到很严重的时候 才会产生骚痒的情况 那这样的人 他要怎么压抑下来 是 所以在这个治疗上 其实第一个 我们传统治疗 当然就会吃一些抗主治安 那真的还有就是说 这个病人 尽量不要用肋骨醇 口服肋骨醇来治疗 因为肋骨醇治疗 其实它反应是很快就好 但是一停掉之后 它有一个反弹的现象 很容易就产生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 他是这样的状况的 他可能会反复的发作 对 就像季节交替的时候 或身体脏比较低 或太累 我压力大的时候 它都可能在发生 好 那同时间 师傅的料理也好了 对 那他现在已经煮熟了 那我们要加调味料 煮麻油鸡 千万不要加远巴 要加什么 就是酱油跟酱油糕 那你加下去的时候 它的汤会变得比较干甜度 因为经过量造的 我们讲的一些的酱油 或者是酱油糕 它会有一点点 回甘的一个效果 然后像这样子放下去 味道已经够了 然后要让它的甜度 更加的甜的时候 你就加上一点点 不要泡的枸杞 然后放进来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麻油鸡的香味 我们从小就印象很深刻 吃起来 我们指教医师都讲说 全身都温热起来了 确实是秋冬的时候 补一补身体的好东西 而且这里面又用了 三样肉类 这个虾子 又松板猪 又这个鸡腿 所有的这种干甜味都在里面 再加上这个娃娃菜跟枸杞 真的这个汤喝起来 就是真的非常的甘甜 很棒 我想这个秋冬 大家真的可以 可以参考一下这样的做法 好 但是当然我们在 我们在秋天除了食补以外 当然现在每天早上起来 衣服穿一下还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早上温差大 就像林冠一开始讲 早上起来就开始打喷嚏 我真的提醒大家 因为你从被窝里面出来 被窝里面温度 大概跟体温一样 三十二度 可是一出来 外面的室温 大概二十五度左右 可是我每差一度的话 你的免疫力就下降十四趴 所以一起来 衣服要立刻披着 这样比较不会造成过敏 那再来是 虽然说台湾 我们现在说讲是秋天 可是各位 昨天的温度是三十六度 大家我们昨天好热 我昨天坐在车上 看到车上显示的温度是四十度 所以台湾虽然是秋天 可是秋老虎有时候 还是非常的可怕 因为温度高的问题 还是存在 我没有多久之前 就一个三十五岁的 年轻的工程师 因为他还没结婚 可是他要在科技夜上班 他每天都要加班 到七八点来下班 那下班以后呢 他就会到夜市去吃一点小吃 就他这一天 他跑到门展 因为他平常是逼干在追踪 可是那天就来挂急诊 他说我拉肚子拉两天 然后肚子拉两天 我是在追查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也一样是他自己 因为家里大家都有些常备药嘛 可能就先吃一点止蟹药 也是没有好 那来来说我们照例 问一下一天拉大概三到五次 听一听他的长音 肠子动得超快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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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快 他说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为什么 因为一次就拉 一次就拉 他就不敢吃 后来再问 仔细去问到底是怎样 看起来跟他在夜市吃有关系 因为夜市的东西 他的这种天气还是这么热 事实上食物的保存不是太容易 所以他那一天晚上吃完 那一天的晚餐 在夜市吃完 回家就开始拉 所以他那个因果关系 时序关系还蛮对的 所以还是提醒他说 虽然现在已经入秋了 可是这种夏天在外面 外面的这种食物 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否则还是会容易造成 一堆的肠胃炎 那因为他年轻 而且他又没有发烧 那我们判定了 应该是细菌性的肠胃炎 但是因为他没有发烧 所以没有给他抗生素 否则以夏天来说的话 温度这么高 还是与细菌性的肠胃炎为多 那病毒性肠胃炎的话 是冬天多 但是因为他年轻又没有发烧 所以抗生素是没有给 那当然这样过三天 他的症状就缓了下来 所以在虽然是秋天 但是还是要小心 高温在台湾还是 在秋天还是常见 真的 而且陈医生要分享 温度只要降低 很多年纪大的人 他各种痠痛就会发生 那他们常常分辨不清楚 究竟是骨头关节有状况 还是肌肉神经有状况 是的 因为最近其实天气还蛮热的 所以其实比较没有秋天的感觉 可是那天一个 70多岁一个老太太 她来她膝盖开始不舒服 她跟我说我这个膝盖比气象局还准 我跟你讲最近天气一定要变了 那因为她之前其实就常常会到秋冬的时候 关节膝盖关节会不舒服 那于是她就她儿子住台中 所以她就有时候到冬天的时候 她到台中去发现她的关节炎比较好 那到台北冬天又湿又冷 她就开始不舒服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退化性关节炎 尤其这种有发炎过的关节 她只要天气变冷 她整个循环变差 比较容易会造成一些发炎的反应 除此之外跟气压其实也有关系 低气压会让我们的整个一些基建 还有一些韧带会变得比较肿胀 那因为这样的肿胀其实会压迫到周边的一些组织 也比较容易会造成不舒服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们可以让她保持温暖 家里可能可以开除湿机 让她比较干燥 然后如果说膝盖有不舒服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复健 热敷泡热水 或者是在复健科我们可以做短波 增加她局部的循环 可以改善这些状况 那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肌肉训练 这边我非常强调 就是你要让你的整个关节的状况 在比较稳定的时候 你可能要做一些肌力训练 那肌力训练除了我们训练 一般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四头肌 就把脚抬起来训练我们大腿的肌肉 这可以增加我们的关节的 膝关节的稳定度 除此之外 其实我非常强调核心肌群的训练 因为你核心越稳定 对你的下肢的影响 其实会蛮大的 你核心稳定的话 你的下半身的压力会比较少 它的负担会比较少 所以一般我们会训练你的腹肌 训练你的背肌 训练你的臀部的肌肉 所以透过这样的核心肌群的训练 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关节的人 其实会有帮助 那接下来 温国志师傅也要分享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健康美味的姜母鸭 是的 那我们郭忠 先加入我们的这个黑麻油 先来报箱 那我们这个姜的话呢 切成姜片 下来稍微编一下 好 那姜母鸭的话呢 我们首先要取用这是红面翻鸭 看起来看起来 这个是鸭 然后是红面翻鸭 红面的意思是这里红 这个它的头的地方 会有一些突出的脂肪油 好 这个是品种 它先天这里就会偏红色 是 但这个红面翻鸭要养两年以上 所以它的皮下组织是比较厚的 然后它的这个咬劲是比较有咬劲的 就是比较适合拿来做姜母鸭久煮的 那我们今天比较特别的是 加入这个鸡高汤 还有大量的蔬菜以外 最重要是这个老姜汁 看一下 看一下 你一方面在爆姜片 另外一方面这个是老姜汁 就是姜把它打碎 然后用纱布把这个姜汁把它挤出来 所以它是纯的姜汁吗 来给镜头看一下 可是它的色泽会有姜皮的这个颜色 这哪来的老姜汁 你打的吗 我挤的 这个大概要一斤的姜汁 不要这样 一斤的姜才这些 因为姜辣素在最后的时候 你加下来会让整道汤变得很 很香 而且很厚实 然后我们加了这个鸡高汤 因为我们知道米酒的热量很高 所以我们用这个高汤来取到米酒这样子 好 我本能是可以喝姜茶的 我就直接喝你的老姜汁加开水看看 好 我们这个姜煸到这样子之外 我把肉要下来稍微炒一下 这真的是纯汁 纯汁 很辣 没有 因为我把它稀释了 不是 我刚刚只有一小瓢 然后加水 就是我把它稀释了 可是这样很容易一喝 因为像我冬天也是会喝纯的姜茶的 所以很容易一喝 像我们这种过敏性鼻炎的人 他那个鼻子跟血管是比较扩张 就比较不会一直流鼻水 就是我冬天之所以喝姜汁姜茶 其中一个原因是要压抑我鼻子的过敏 可是是非常有效的 就是很容易喝了之后 你那个血管比较扩张 比较畅通 然后你那个流鼻水的症状 或者那个敏感 想要喝纯喝纯的症状 立刻缓解减少 这个比吃药有效 好 老姜汁加下来之后 这个整个汤口变厚以外 然后你喝到这个姜母鸭的汤之后 就也会全身是很舒服 那个发热的 好 鸭肉一定要炒到这样有点变色 然后表面的蛋白质迷固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 一点米酒加下来 好 你现在这一个鸭肉是比较大块 是大块 所以它事实上待会也是需要一点时间 煮一下 煮个十分钟 好 米酒 米酒加下来之后 我们这个鸡高汤也一起下来 那你那个老姜汁是 一定要最后加 这个时候加 最后 不行 一定要最后 老姜汁加下去就要起锅 我懂 有点像有一些人最后加味噌起锅一样 是 好 然后因为这个高丽菜呢 我们等于是先加下来给它熬蔬菜高汤的概念 好 高丽菜先下 好 那这一个高汤熬它的同时 我们请教一下冠宇医师 刚刚讲说这个入秋之后 很多人有呼吸道的症状 其实呼吸道的症状 透过生活习惯饮食都还可以调养改善 对 没错 因为秋天的话 入秋之后 这个节气上来说比较足 灶气比较多 那灶气比较会从我们的这个 呼吸道这边会先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秋天的一个气温 还有气压 湿度 三样东西的变化 其实其实不是会比较大 应该让身体的一个调节 适应能力要增加 所以不是一味的一个狂暴 秋冬之后 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突然比较慢 温度降低的时候 我们知道 头皮的雪衣跟泥巴 全会变差 那在头皮的养分的供应原因 稍微变作一点 这个我们来分享一个 我们有一位65岁的一个 算一个阿公 对 来分享他的案例 他呢 他就是平常就是 没事就是会一直干咳 然后平常口干舌燥 觉得喉咙很干痒这样 那只要天气变冷 尤其是到秋冬这个季节交替之际 非常容易感冒 那就是每次只要到这个时间 家里人照顾他 都会比较辛苦一点 然后另外在这个时间的话 他也会心情比较差 就是很郁闷 然后问他有没有什么事 他又说没事 然后整个人都闷闷的 对 他家里人比较关心他 那怎么问都问不出个什么 所以然 那到诊所来之后 我们就看他 其实他除了刚刚那些 呼吸道的症状之外 你会发现他其实皮肤 也会比较干燥 那问他他也是 他说平常也是容易会干痒 我们会觉得他在中医上 看起来这个比较像是这个他的肺位的部分 其实有伤到造邪伤肺位了 那他的这个音乐有点亏损 所以这个患者的话 我们会跟家属建议就是 这个不是只有吃药处理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要三管齐下 哪三管呢 第一个我们用药物调整 药物的话去他去保护我们的肺位 然后去增加他的这个滋阴润的部分 那再来另外两管是什么东西 一个是要请他多运动 对要去做运动 那方面的运动比较建议 就基本上有氧的运动 或者是我们练习一些呼吸调息的 这些运动都是蛮好的 那另外再来就是请他饮食的部分 因为家里人也是对这个阿公照顾的很好 也是给他补很多东西 跟他说这个也不要补太多 这个平常的话 你应该就是像我们刚介绍过的一些 比较滋阴润的一些食物 这些山药百合 这些都是比较清爽的一些温润的一些食材 这样吃就可以了 那我们用这样三管齐下的方式去处理之后 那也顺利帮阿公度过这个季节交替之际 那家属照顾的这个压力也就减少很多 再跟大家分享 好那除了呼吸道的状况之外 赵医师也要提醒 这个秋冬有一些人 这个空气或者这个气温环境的干燥 就使得皮肤有某一些症状 那特别是人某种程度的老化之后 皮肤的干燥跟油脂更不够 那因此造成的症状可能就会比较剧烈 对 其实在这个天气冷的时候 事实上其实有些民众 像我们皮肤的形态分了五大种 那最可怕就是说我们又有混合肌又敏感肌 那混合肌病人基本上我们知道 就是所谓体脂部位 还有耳朵 头皮 皮脂腺分泌旺盛力帮 它可能会有一些油脂分泌的现象 但是到天气冷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温度降低 那水分跟油脂分泌自然就会减少 那一减少之下呢 事实上其实皮肤很多 它跟免疫性是有相关性的 那免疫一不平衡的时候 尤其皮肤 那皮肤表面很多的表皮的角质层 还有这个表皮层 就很多的这些细胞 发炎因子就会跑出来 发炎因子跑出来之后 造成皮肤产生发炎的现象 那发炎一厉害的时候 脸就开始会红啦会痒甚至脱血 那情况就会产生 那我自己有个病人 是32岁一个女性 她来看门诊的时候 她说她之前先去看耳皮尤科 那说耳朵很痒 而且一直脱血 痒得非常厉害 那比如说医师就那个眼耳镜 刚才看这个耳朵 一看说你这里面很多血 而且有一块块结块了 就跟她说你这是耳朵长眉 她叫长眉吓一跳 哇怎么会是长眉长在耳朵里面 会不会以为香港咬摸的角摸耳朵 那这个情况 那耳皮肤医师把它治疗 治疗可是一直好像都没有好 后来慢慢呢 她感觉她的眉毛啦 还有这鼻翼两侧 甚至下巴脖子胸部 也开始有着红红脱血的现象 那甚至呢在两边 比较红的地方 开始有点红有扩散现象 那这现在一扩散之后 因为她马上去查网络 她说这个是不是所谓的 这个红斑性囊仓啊 那造成说开始 这两边的脸颊开始红 那实际上她的鼻翼两侧的脱血 是非常厉害的 那她就觉得很难受 她想说完了完了 这个是免疫红斑性囊仓 那搞到治不好 就跑来看皮肤科 那皮肤科一看的时候呢 实际上来看我们的时候 我一看你这很典型的 所谓的一个肢肉性皮肤炎 她的这个眉毛啊 对不对 还有这个鼻的这个地方 鼻中隔啦 鼻翼两侧 事实上其实还有耳朵 很明显脱血而且红 那这个血是比较厉害的 有脱血就像什么 异味性皮肤炎一样 整个眼睛就红红 会有的红红的 甚至很明显的像那种 整个要脱皮的感觉 那门诊之后呢 知道这是肢肉性皮肤炎 跟什么关系 就是天气的变化 水分油脂分泌减少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的保湿做得不好 甚至营养菌很不够 等等都会造成的 肢肉性皮肤炎的现象 那我们知道 肢肉性皮肤炎 事实上其实 那我们看这图表就知道 它的分布部位是非常广的 其实不只只有在 我们的脸啊 T字部位 事实上其实在那耳朵 我们知道耳朵位置 甚至头皮上也会 虽然头皮相对的也会 头皮气味比较多 那这时候呢 事实上其实 假如发现有这样脱皮 而且呢会有这个什么 红红斑的像产生 在我们所谓的头皮 耳朵 T字部位 这个脸部 T字部位 胸背这些位置的时候 那这是一个皮肤的问题 一定要来看皮肤科 好 同学 今天我们看一下姜母药 姜母药这个样子 它好的入味了吗 就是要熬煮到 这个汤头 有点像这样子 混浊的时候呢 就差不多了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再把这个菇 新鲜的菇先下一点 好 而且你可以边吃边下 天气一冷的时候 围炉的时候 其实这个是很好的基地 那其他的配菜 可以自己弹性的调整斟酌嘛 是 新鲜的菇 好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青花菜 配一下颜色 好 然后最后再把这个枸杞加下 好 枸杞加下之后呢 我们最后呢 用一点这个蚝油 来提一下味道 好 那我们的蔬菜 煮熟就好了 就可以来试吃哦 像母鸦一喝下去 哇 这个汤头这么的甘甜 真的是非常的棒 因为我想温师傅 可能是把那个米酒 用鸡高汤来代替 那又加上那么多的蔬菜 那这个整个的甜味都在里面 所以喝起来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舒服 我想还有那个麻油本身 还是一样会让人觉得温热 所以我想在这个秋冬 这样来温补 是非常好的一个料理 除了真的变冷的话 我想以台湾地区 大概就是11月12月以后还真的冷 现在还是热了 所以我要提醒是真的变冷的时候 我们对肠胃道来说 还是会有一些状况会发生 那我要举个例子哦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天气还很冷 那有一对夫妻 他们大概三十几岁 他们两夫妻一起都拉肚子 而且拉了两三天 然后一起来看诊 那夫妻俩一起拉肚子 你想哦 可能是吃错食物了嘛 嗯 那一直在追说他们到底怎么吃 这对夫妻跟刚刚那个年轻工程师不一样 他们天天在家吃 那些老婆很注意这个卫生 所以好像不像是什么食物造成 一直追追追追不到 那我就想说 嗯 假设说不是食物 在外面吃食物 那可能是病毒感染 或细菌感染 而且那个时候是在冬天嘛 我就说这样可能是病毒感染 那病毒感染 因为他们是成年人 我说嗯 诺罗病毒的可能很大 所以我一想说诺罗 因为诺罗病毒的话 他比较会是一般人都会得 不像说轮撞病毒一般都是小孩 可是那两夫妻立刻眼睛睁大 说不对不对 因为我女儿三个三个礼拜才去住院 是轮撞病毒 他轮撞病毒感染 可是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这样 轮撞病毒会不会在成年人被感染 成年人会不会感染轮撞病毒 其实是会的 这边讲说轮撞病毒是耗发在五岁以下的儿童 可是这一对夫妻 女儿住院嘛 他们轮流去照顾 事实上晚上都没睡好 所以成年人当你免疫力不好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感染轮撞病毒 而且他的症状不像小孩子 小孩子是一直水泄 很厉害 整个会脱水 那成年人就是一般的拉肚子 他还好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他还是会被感染 那另外一个可能要小心的就是老年人 老年人也免疫力比较差 也有可能会感染轮撞病毒 那还好这个经过这个饮食 行他调试一下 用一点药物很快就处理好了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提醒大家说 不管是天气很热或很冷 会有不同的细菌或者病毒 会造成肠胃道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 那我请教赵荣文医师 天气变冷还有一些人的症状是手臂 比方说酸痛 酸痛有各种可能 五十肩也有可能 肌肉的拉伤 关节的发炎都有可能 那还有一个可能叫做骨髓流 我这边分享一个案例 有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先生 他其实经常性会腰痛 那腰痛他就会去吃药 他觉得吃了药就可以改善 之前他都是这样处理 可是他觉得说近半年来 天气变化让他腰痛更严重 而且吃了药都没有改善 于是他就到门诊来 那他除了腰痛之外 他会觉得说人非常的疲倦 非常的容易累 一抽血发现他有贫血 而且肾脏功能有变得比较差 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怀疑 是不是有可能是 我们叫MM多发性骨髓流 那这是一个免疫细胞 造成我们的骨髓里面 一个僵细胞分过多造成了一种 他也是一种癌症 那他的症状其实一开始就是会骨头痛 甚至比较严重的时候会产生骨折 那同时会并发贫血 然后肾脏功能变差 如果说血盖过高会造成恶心呕吐 那像这样的状况 一开始其实都不太会被发现 有时候往往是骨折了之后 去医院检查才发现 那他这个就必须要用一些 癌症的治疗方式 必须免疫治疗 或者一些标靶治疗来处理 所以在这边提醒就是说 如果你经常性的一些关节疼痛 或者是腰酸背痛的话 一定要去医院检查 先彻底的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 不要自己就随便买个药这样吃 免得造成类似像这样一个问题 那这个冠雨医师也要分享 秋冬这个各式各样的养生银 事实上也可以做调整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们秋天的一个气温 还有气压湿度 这三样东西的变化 其实起伏是会比较大的 所以身体要面对环境的一些变化的时候 身体要有比较好的一些缓冲能力 还有调节能力 那一般来说会觉得这个时间 跟大家也是还是要补他 但其实不是这个时候 你是应该让身体的一个调节 适应能力要增加 所以不是一味的一个狂补这样子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一个国中小男生的一个案例 这小男生他平常 他以前小朋友小朋友的时候 就一直会有鼻子过敏的一个状况 那只要到秋天的时候 就会变得特别的严重 而且秋天除了鼻子痒 鼻子塞 然后又想要挖鼻孔揉鼻子 这些之外 常常容易流鼻血 这为什么 因为秋天的那个气候 稍微有时候会偏比较干燥一点 我们的鼻孔膜 有时候会比较被你这样挖一挖 揉一揉 有时候就容易破 因为在国中的这个阶段 所以家长会觉得 我这个 我们这个底力是不是 这个上火啊什么的 所以他就 妈妈就到这个中药行 找包了一些这个凉茶 让小朋友一直一直一直喝 那其实喝了之后 这症状也都没有改善 那再过来看的话 我们看其实他的 小朋友鼻子有这些症状之外 他其实他是比 平常是比较容易累的 而且食欲也不太好 常常会咳嗽啊 有一些白白的一些 轻轻的一些痰 那这个对我们中医来讲 这是比较是皮肺气虚的 一种鼻子过敏 就平常这样的患者 其实是不适合用这个 清热的这种凉茶的药去补的 所以这个患者 我们会用一个致阴的方式 去帮他做一个免疫调节的部分 那在这个地方 秋天这个交际之际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秋天的话 可以怎么样来做一个 如果要做茶饮的话 可以大家怎么样做挑选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手板上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几样东西 大家可以去找来试试看的 这边有帮大家准备一下 六味的药 那大概就是玉竹 麦冬 黄芪 菊花 百合 跟橙皮 这样子 那做法很简单 那我们就在锅里面 倒800cc的水 那你把它煮滚了之后 把这些药材放下去 让它焖煮20分钟 过滤起来就可以用了 那药材的话 大致上你会看得到 我们药材 这六种药材 大致上你会看得到 颜色比较偏白 对 那以中医的形象学来说的话 比较说秋天色白会入肺 那比较润造这些 你看到白色的药物会比较多 那这个颜色比较深一点 这个叫橙皮 橙皮会让你比较 在消化系统这边消化 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 可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那赵医师也要分享 入秋入冬之后 还有一些人的体质 不只是皮肤有状况 另外一个状况是头发 对 其实在这个秋冬之际 事实上其实很多民众 最困扰的问题是什么 头发的问题 这个夏天 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头发长得比较快 那秋冬之后 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头发长得比较慢 那头发长得慢还没关系 这怕会掉 为什么 因为秋冬之后 我们知道温度降低的时候 我们知道头皮的血液 跟泥巴血管会变差 那在头皮的养分的供应 稍微变弱一点 那我自己就有一个病人 她是一个42岁女性 她来看门诊的时候 事实上她以前 就有掉头发的问题 可是她已经有一年多 半年多的时间都没来看 为什么 都很稳定 可是这一个月 都开始有来看门诊 她发现她掉头发的速度 又非常快 怎么快呢 她一来 她就拿了 这个三戳头发来给我看 她说 这个三戳头发不是一天的量 是她洗头 洗一次头就掉那么多 这么严重 对 这么严重 她之前来还更多 还五戳 那这次她三戳头 她现在收集到的 看得到的 这掉着掉着 会不会就变秃头了 对 她现在就是怕 一个女性 她就这样三戳 这次洗的时候掉 收集到 还不包括吹头发 她特别拿来给我看 所以她觉得 哇很难过 就是说能够掉那么多 她说 长得慢 掉得快 那基本上是 跟不上我们长的速度 所以 那她知道 她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的 那我们知道 在秋冬季季的时候 当然就是头皮的养分不够的时候 当然 身体任何器官都出问题 最主要是头皮的头发的养分不够 所以我们知道 头发它是一种氨基酸的组成 至少有差不多18种 23种氨基酸组成 那这些假如营养不够 生活上 它的养分不够 毛囊自然会萎缩 尤其毛囊本来就不健康 或者一些 本身有些疾病 或是异酸性的问题的时候 它的萎缩速度会更快 所以她还看本来 就是说 它的掉法 已经让它心情 又开始产生性的问题 所以特别来看 那我们知道 这秋季 秋冬掉法 事实上其实 跟温度 我们在秋冬之际 这掉法跟我们的新陈代谢有关系 那新陈代谢 对头皮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我们头上油脂分泌 增多的时候 甚至它水分 油水不便宜的时候 都会造成掉法问题 所以我们建议它 就是说 头皮的清洁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营养的补充 第一个 你不能吃太燥热 但是又需要 很好的营养去补充的时候 才可以使我们头皮的健康 好起来 另外一个头发 比较不容易掉法的一个现象 好 谢谢医生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 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了健康好料理的食谱 跟做法 也都会拖在年代 卖其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赖跟Telegram的 官方账号首页 影片还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 Code 欢迎大家订阅跟收看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 拜拜